对红太郎这个角色,粉丝们是比较熟悉的 他是灰太郎的妻子,同时也是狼宝女王 灰太郎在家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从结婚以来,一直过着非常卑微的生活 对于红太郎的残暴,大家也非常清楚 平帝锅是他最常用的招数 虽然红太郎总是打骂灰太郎 但灰太郎在遇到事情后,红太郎也会第一时间保护他 在阳村守护者中,灰太郎本想带着七大恶狼进攻阳村 结果失败了,在看到狼将军的到来时 灰太郎瞬间看到了希望 原本他是想讨好狼将军 结果却意外被芯片变成小狗 为了回复,他潜伏在小羊身边,成为卧底 对于这件事,红太郎毫不知情 一直以为灰太郎出远门了 以前的红太郎对灰太郎非常不好 每天都催促他去抓羊 但在羊村守护者中,红太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开始学着如何关心自己的老公 还给灰太郎寄了很多好吃的 以及各种衣服,还会给他写信 这转变就连灰太郎都被感动坏了 前妻灰太郎还是帮狼将军抓羊 但后期他和小羊合作 背叛了狼将军 气得狼将军发出通缉令 让所有人去抓灰太郎 双刀狼和双叉狼为了买及他和贝斯 开始对灰太郎下手 红太郎在看到变成狗狗的灰太郎被追时 直接挡在了灰太郎面前 掏出六个平底锅 将其大恶狼一顿打 当时红太郎还对双叉狼和双刀狼 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 除了我以外 谁都不可以欺负灰太郎 这句话虽然很强势 但这种霸气护肤的行为 却让粉丝们瞬间被他圈粉 就连灰太郎都很感动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